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视察社会局了解业务执长以及工作环境状况后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他已经在会议中指示社会局 明年发放重阳敬老金1500元 实现他竞选时的承诺比科市府多300元 台北市议会已经通过了发放重阳敬老金的资质条例 我们一定会发放重阳敬老金 刚刚在会议当中也已经指示社会局朝向 明年就恢复发放1500兆敬老金来推动 那至于发放的方式也请社会局实际了解基層里长民众的意见 然后做完整的评估 市长因为之前科市长有抛出过一个公式 是按照你们的税记剩余去调整那个数字 那未来1500是固定还是说你们也会去调整数字 基本上刚刚已经请社会局做完整的评估 我们就是朝向明年开始就恢复发放1500兆敬老金的方式来推动 据统计目前台北市65岁以上长者有51万4千多人 到明年9月预估将达到52万余人 北市府112年编列62亿元作为长者重阳理金预算 如果将重阳禁老金提高到1500元相关经费将增加1.7亿元 另外针对大巨蛋周边道路环境改善部分 蒋万安证实大巨蛋光复南路北向段已经完成路面险铺 南向段也会在12月31号前完成相关工程 确保跨年活动顺利进行 我们目前了解到就是也特别已经做了相关的指示跟规划 也就是在光复南路段大巨蛋出口出来 南向北这一段已经完成了洗铺 那北向南这一段也会在跨年前也就是31号以前 就会完成洗铺相关的工程 确保我们的跨年活动能够顺利进行 除了路面重铺 大巨蛋主体工程外部围离 也在12月29号进行退缩及拆除 将路面还给人行道 希望让跨年民众有更多空间安全擅长 记者张琪腾台北报道 拿着小篮球投下三个必须要的篮筐 台湾女篮传奇钱维娟 和国健署署长吴昭君 台湾癌症基金会执行长赖基明 一同呼吁国人重视逼肝相关疾病 别错失妨碍契机 我刚好也是太远 我就也不觉得这有什么好隐藏的 而且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健康 而且这个健康不是我自己说的 而是我真的是大概至少超过二十年时间 我就是每半年跟我的医生见面 然后抽血 然后照超音波 然后我的医生对我很好 他还帮我念了特别多的东西 那现在对我来说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简单很轻松 是因为这一次我才知道了这么多的数字 我才知道我就是这个断层 断层世代的其中一员 但是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叛逆的球员 运动员 我在小时候 我就是常常去对抗这个体制 不能染头发不能烫头发 这些我都非常的不遵守 但是很奇怪 医生说的我还蛮听的 好奇怪 所以我就一路一直到现在 我一直觉得就是固定的追踪做这些事情 对我来说是很稀松平常 所以在这边真的要这个强烈的呼吁 真的做这些事情 其实真的并不难 那其实V肝的防治并不亚于吸肝 我们从早期的V型肝炎的疫苗的注射 到妈妈有这个感染V型肝炎以后 因为我再出生二小时都要打太阳蛋白 那么一直到我们从健保开始的时候 就有V吸肝的一个服务 那么我们一百年开始大量在推动 那么从九十八年开始 那又扩大所有的范围 我们民众只要满四十五岁 那原住民只要提早到四十岁 到七十九岁之间 我们都可以中任提供一次的利息干的一个筛检 所以政府我想在推动相关的 从疫防到筛检的工作 那都一直要持续来进行当中 那刚刚提到了我们做了这么多事 好像都还有不足的地方 都还是要我们持续在努力的地方 那偏偏呢我们肝脏呢平常 就不会告诉你我哪里痛苦 因为它没有症状 如果没有透过筛检 那么你是没有办法知道你的肝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它不会主动的告诉你 等到告诉你的时候都已经比较慢了 所以呢我们还是强调在早期的 这个预防跟筛检的重要性 这个是一定要告诉他 那我们一年刚刚提到的 主持人讲的很 一年大概发生率就有一万人九百多 但是死亡的肝的死亡的 一年超过一万两千了 是所有癌症里面死亡最多的就是肝脏的疾病 当然包括慢性的肝炎肝硬化等 当然也包括肝癌加起来就超过一万两千了 所以是相当对我们来讲相当重要的一个课题 怎么样来降低我们肝脏的 这个它也能够降低这个肝脏的死亡力 所以呢 但是这些癌症里面来讲 百分之八十都跟VC肝感染有关 它是有感染性的肝炎 所以对VC肝的怎么样预防感染 怎么样能够让大家 免于这个感染性感染的一个危险 那有了感染怎么及早找出来 及早去阻断感染继续的发生 让我们肝能够休息 能够恢复高健康就非常的重要 台湾1986年对新生儿全面接种B肝疫苗后 B肝代源率降低至0.5% 但肝癌仍高居国人第二大癌症死因 每年约有8000人因此失去生命 但伊达医院却发现 肝癌患者有高达75% 未曾治疗过B肝 措施预防肝癌的两肌 但是B型肝源的比例还是会高 那这些人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目前我发现这些人 都是所谓的这个疫苗半程世代的人 那这些人大概 这个每人有超过大概5000到6000人 那每天大概有15个人 那这一群人我们再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发现 他们三层是从来没有救育过 即使我们有这种所谓的定期追踪的方案 这些人是没有去的 那七层没有做固定的追踪或治疗 只有得这个感染 从文明健康署107年 健康危险行为监测调查结果显示 感染B型的公众有三层是没有救育的 那这些原因分析起来 有七层是自己觉得很好 没有关系 有两层是不知道要去看 可以有一个地方 让他们能够定期的去看 那一层为没有时间就医 所以以后这个应该是在民间 像台湾症今天我们就开始要 多把力量放在这一群从来没有去就医的 那国民健康署105年公布的调查 全台有超过500家这样子的参与 这个所谓的追踪或治疗方案的地方 那目前允许接受追踪或治疗的人 仅仅只有三分之二 国健署提醒民众善用政府提供的预防保健服务 45到79岁民众可免费一次BC肝炎筛减 透过早期发现避免演变为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减少致癌风险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台湾有2300万人 然后那台人一个老的台诗笑话 加蛋给五块 在这里等一下多五块 随手拿起一款T恤 上头印制的图案都是一段故事 更是许多台湾人共同的经历与回忆 打着自作自寿的名号 阿晴与阿俊夫妻俩 一开始是阿晴把自己手作的物品拿到市集贩售 后来喜欢画画 拥有老灵魂的阿俊 将怀旧物品结合台湾特色 透过手绘图画 转换成文创商品 展现浓厚的复古怀旧台湾味 旧跟新做一个结合 因为其实现在市面上 或者是你在一些观光景点 看到很多旧的东西做成明信片 做成包包之类的 但是他们就是把旧的直接拿去印 这个其实每个人都做得到 那我觉得就没有什么特别 那我们的东西就是让人家觉得 这厂是旧的 我说其实不是我画 他们觉得 而且我们会给一些 会做一些修改 质感一点点之类的 然后你就觉得 让它更有生命力 现在很多人就是用电脑画 但是我还是习惯 用那个水彩画 比如说我手绘画完之后 然后再去电脑再去修一点点 但是主要还 因为我喜欢那个笔触 在两人的住家兼工作室里 到处都是怀旧物品 大桶宝宝 机械式继承车表 香肠摊的弹珠台 不仅是收藏品 更是创作的灵感来源 就连曾经出现在挡风玻璃上的 车辆玩碎证明贴纸 也可以变身成T恤图案 不知道为什么有天我就很想画这个 但是这个功课超难做的很难找 因为大部分我可能google一下 可能就是大家知道 因为可能会有印象 然后google一下就有 然后就是就来画 但是那个真的是 我找半天都找不出来 我后来还真的去问 因为我喜欢这些旧东西 然后我会追踪一些粉专 然后呢我甚至还跑去问那个 有一个怀旧男人叫张哲生 我还问他 又斩转问到一个粉丝专业 他们真的他们是专门做老车的 他就直接跟我讲明这个叫 还税贴纸 我说原来 然后去搜寻就开始搜寻出来 然后我就觉得说 这个东西很特别 然后反正后来被我找到 我就很兴奋 然后我就开始我就画 画画之后 卖得还好 我们当然会有心目中的理想 但是呢有时候那个客人是 让你想不到的 我们常常做出一个作品就是 哇这个超棒 但是呢客人可能不买单 销售不如预期 但有的可能只是偶尔我觉得 这个我有需要 所以我可能就做了一个饮料替代 但是有保温层 但上面又是我们的图案 客人就会觉得很喜欢 因为一般市面上买不到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难说 令人怀念的苹果面包 国语课本封面 小面摊的看板 在两人的手中 变成了袋子 钱包 证件套等各种商品 也因为每一样商品 都是亲手设计制作 更能因应不同的客群 调整设计与品牌定位 其实我们的定位就是 复古怀旧台湾未来 然后呢就 主要就是画 我主要是画我的年代 的东西 所以有些人就会跟我讲说 你可以画 你有什么不画什么 我说那个我跟我没经历过 我没有共鸣 我没有办法去画 但是偶尔还是有一两款 因为有些真的是 客人跟我们讲 然后我觉得很有兴趣 然后我就 我就开始去研究 就会去画 然后但是因为所以后来犯证 发现就是说 跟我同年纪的人 看到我们东西就很兴奋 然后尤其是国外的 华侨 类似华侨 因为他们可能从小 已经没有出台湾了 或者是 就是工作关系出国 然后后来他看到我们东西 就觉得说 哇这个东西好有共鸣 然后你也知道 能出国就被人爱过 你知道就是 这个东西就觉得说 哇这个 他也想要推 让人家知道说 我是从哪里来的 每次制作一个商品之前 我们两个要取得共识 就是你也喜欢 我也喜欢 这样万一这样也卖不好 就不会互相责怪 这样子 因为他比较偏艺术家性格 然后我就是那个 比较以现实为考量 对 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就是 比如说 百分之八十我们会画 我们都喜欢的 比较生活画的 然后大家有共鸣 然后大概百分之二十 可以画他个人 偏艺术家性格 喜欢的作品 就像许多行业一样 受到疫情冲击 在西门红楼十多年的经营基础 一系间雪崩时下跌 两人开始学习网拍 也到当时疫情还不严重的 台中摆摊 或是把没卖出的门帘 改成帽子饮料袋 因为日子还是得照过 也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其实我们是也跟银行贷款了一百万 然后在第二年一百万就烧光 其实很快 因为你一个月大概都需要十万块 你要做一个小店的成本 其实很多人有创业过就知道 应该说四十岁以前跌一个大脚 我觉得也没有不好 就是我们两个至少都是很乐观积极正面的人 所以如果你人生一直一帆风顺 你可能不是这么懂得感恩 对 转战华山文创园区继续经营后 随着疫情解封市场逐渐回温 也让两人看见一丝曙光 相信坚持下去就能获得认同 我常常跟他讲一个很好笑 我就说我们就像老牌艺人一样 老牌艺人看眼上会 会有他的受众来看 对不对 我们以前的粉丝说 可是我现在还是有基本的粉丝素在 对不对 所以我会觉得说 只要我能够画就画 我也不见得一定要去做别的东西 只是说可能 那时候当下流行什么东西 我们可能就是 做类似那种的产品就好 但是反正主要就是画画 我们反正我们的主要理念就是说 我画的让看过的人知道 不知道没看到我就不 我就跟你讲 年轻人嘛 以前发生过这些事 外国人 台湾有这些东西 对啊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很迷人的啦 我觉得 对不对 而且是让 看客人的那个反应 你就会有时候觉得很开心 就是说他们 因为那些就是很兴奋 那你就觉得 你就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这样 对然后我们也会受到鼓舞 就是哇 有人这么欣赏我们的作品 对 自认为具有牡羊座执行力 却三分钟热度的阿晴 与意志坚定的摩羯座阿俊 个性互补的两人 用充满温度的设计与手座 将时代的眼泪 与台湾人共同的回忆保留下来 成为陪伴生活的日常 记者许玉龙 林习惠 台北报道 好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贴物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新一区嘉兴里里长政治要同心大发玩跳格子 这不是在公园而是在嘉兴里的一条后巷里 为了让后巷美化再升级里长积极争取发挥创意 在里内选了两条有行人通行的后巷进行大改造 嘉兴里我们在最近完成了两条后巷的特色美化 那当初为了做这个特色美化其实是有些考量的 第一个呢其实陆陆续续我们在做后巷美化的时候 其实一般来讲都是采用这个叫做磨石子 那在做这个后巷美化的当下呢 一方面是可以将后巷做清理 然后后巷的水沟也做整理 那但是呢我们发现有两种特色的方法 可以让这个后巷更具有这个美化的空间 然后要更活化 那这个必须要这个后巷是这个有行人可以经过 而不是一般的这个住户后面 然后都是没有行人往来的 所以他必须要这个条件才可以做特色美化 那嘉兴里我们这次做了两条 一条呢是用的这个跳格子 我们用跳格子是希望 未来我们会希望在这个部分呢 举办一个这个老人家跟小孩子 在这边有一个跳格子的一个游戏活动 这个发想呢最主要是有一个老人家 有跟我讲到说他带儿孙子去啊到公园去 有这些跳格子的这个游戏 这个地上的这个画画的这个东西都不错 但是呢嘉兴里因为没有公园 他也没有什么绿地的空间 所以说我都在想好刚好利用这个后巷 来做这个跳格子的这样的一个绘图 然后希望可以在这边办活动 另一条以蓝色为主题背景的后巷 则是在地面绘制的两台F16V战机 让特色后巷变成了嘉兴里隐藏版景点 另外一条呢我们做的是 两台F16V的这样的一个绘制 那当初呢也受这个发想 是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内之前 有准备进一批美国的F16V 第二个是因为汤姆克尔斯 这个Top Gun 2的再度在国内 引起这个热烈的回响 所以说当初就想要说 把这个熬游天际 还有这个国家的这个F16 这样的一个概念 用到我们的这个后巷 让大家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喜悦 所以说当初这个有这样的两个发想 刚好用在嘉兴里的这两条特色的后巷美化 至目前为止呢 民众给我们的反应 其实都蛮好的 还蛮热烈 因为其实这样的一个特色美化 尤其对于没有公园的嘉兴里来讲 其实是多了些温暖 大家不再看到地上呢 不再是冷冰冰的水泥地 或者是博游路 而可以 比如说经过的时候 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地平喷花 然后这种美术的这样的一个图案 我想这个不管是大人小孩 其实目前为止 接到的回馈都还蛮好的 有别于传统的喜识子后巷 嘉兴里里长政治要用心美化 将后巷结合同趣与艺术再升级 也让民众来回于后巷时 增添许多生活趣味与话题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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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回来 回来 回来 诈骗集团成员在社群平台 用美女图文高调炫富 营造一纸千金的假象 吸引被害人前来询问 或以真男女朋友的方式 营造恋爱氛围 等被害人上钩后 在幼使加入投资平台会员 甚至假各种活动内线消息知名 劝诱被害人投入更多资金 最后再以各种名义拒绝兑线 直接封锁被害人 初步清查超过50人受害 诈骗金额高达4000万元以上 刑事局征酒大队 今年从16分析出有一个 假交流投资诈骗集团 那经过我们扩大侦办 发动很多搜索 总计查获了王姓范贤的22人 羁押7人 其中2人有黑道背景 那我们总计查购帐 提款卡 汽车等证物 那初步清查被害人超过50人 财产损失达新台币4000万元 那这个集团 他在脸书IG创立帐号 发布投资心得 以豪车金饼名表 开箱和炫富 吸引民众加入高贵 GoMarket假投资平台 再以假扮的头顾老师 用话术诱骗被害人 投入大量资金 最后不出金进行诈骗 那警方在此呼吁 网路标榜 高头报 零风险 短期获利的都可能是诈骗 请拨打16反诈骗专线咨询 最近行业局破这些重大案件的一个解除表现 我们特别来鼓励 那今天行业局也结合台北市 台中 桃园等几个县市的警察局 再次的增破假投资的一个诈骗案件 这个假投资诈骗案件 总共有22人所涉及的案件 那其中主权还是 这次邦派分子天道盟的邦派分子 以及地方角头共同组成的这个诈骑集团 那这次22个嫌犯来绳之以法 那被害理由达到50人之多 那这一个案件 他所诈骗所被害的 骗集的双北地区 基隆以及台中等地区 那在侦办同仁的一个新谷 的一个层层追查金流 以及长期监控 发动速波的一个居体搜索行动 行线来一起破诈骑集团 那查过了上千万的一个不法所得 那再次要特别感谢我 侦办同仁的一个辛苦 那保护了民众的财产安全 那我想诈骑集团 尤其假投资的诈骗案件 是以话术来宣称 低风险高报酬的一个 这个获利情形 那长时间的一个布局 让民众慢慢陷入下去 而且吸购了这些假投资的一个标的 一步步引诱民众来被骗 附入到千套 那我们在此也特别呼吁民众 不要受骗像这种假投资的一个诈骗 那大家也多了解 侦办毒品诈骑或者枪械走私案件 往往都有幕后的黑道官派的影子存在 那黑道官派是诈骑以及其他犯罪 它的一个生财的一个来源 那我们尤其黑道官派所涉及的这些犯罪 绝对是组织化的一个分工 而且暴力的一个手段来造成 人民财产上的一个危害 生命上的一个危害 专案小组自今年1月起 共发动五波行动 拘捕王贤等22人盗案 查扣汽车 笔电 平板 手机 提款卡 存折等证物 取案一 诈欺 洗钱防治法 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 记者领袭会台北报导 泡面是许多民众方便吃一餐的好选择 为了让面食口感更贴近现煮面条 在台湾一年销售超过3亿包泡面的食品龙头业者 开创出用冲泡就可以吃的非油炸面体 以专研技术保留完整麦香与口感 就像现煮面条一样 就连冠冠面包师傅吴宝春与民厨剪天才 试吃后都相当惊艳 面体我以为是跟刚刚我吃的是一样 结果不一样 完全不同 都有各自的特色 我觉得这真的是蛮厉害的 蛮厉害的 有没有那种亲自到面摊吃饭 面摊老板 直接帮你这样献杀的感觉 它的那个焦就是那个香气 那辣它不会就是 其实我很喜欢那种辣是 比如说辣然后入口之后它就散掉了 这款就有这样的特色 温顺的那一种 对 然后麻 但是麻它不会让你不舒适 很喜欢就是想要一口再接口 辣酱面或者豆食的那种拌面的那种味道 其实它整个的味道跟辣味 我觉得都就跟料理一样 我觉得那个平衡是非常的好的 打破传统泡面局限的 冲泡式非油渣面体 制作成各种粗细不同的面条 搭配旗下五大泡面品牌 推出五款泡面新品 要让消费者简单冲泡 就可以享受现煮面的幸福美味 以泡面来讲的话 台湾的泡面还是以所谓的 油渣面为主流 但是我们一直在观察消费者 它在泡面这个领域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在几年前观察到这种 所谓的非油渣面 而且是冲泡式非油渣面的一个机会点 所以我们在几年前 推出的所谓巷口干面 它是在测试整个市场 那从整个巷口干面的一个 销售的数字来讲的话 它每年它成长率都超过三成 所以我们觉得说消费者可能是 也是也部分消费者偏爱这种 所谓冲泡式的非油渣面 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动机 然后再结合我们的 以往所专业的一所所谓的 冲泡式非油渣面的一个生产的技术 然后两相结合 才会有今天这样的 五款三品的一个推出 尽管台湾泡面市场已接近饱和 但冲泡式非油渣面的年增率却高达三成 业者一连推出五款新品 就是要在泡面市场开拓出新商机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导 2023台北最嗨新年程 台北最嗨新年程2023跨年晚会 12月31号将在市府前广场举行 新一计划区将从12月25号进入交通管制 12月31号跨年当天 晚上7点到隔天凌晨3点 将实施三阶段交管 第一阶段的管制是在 竹鲁台搭设的时候 是在今年的12月25号下午1点 一直到27号的凌晨12点边 那管阵路段是在市府的 东侧的线道还有新人爱路的一个范围 那第二个阶段就会接续 从7号凌晨一直到1月2号的中午12点 那整个市府路还有新人爱路 都是我们的管制一个范围 那扣完年活动的当天 会分成三个阶段做管制 那三阶段的这个管制如这个图所示 那范围是会随着时间 越接近这个活动的时候 范围管制会越来越大 那第一阶段主要是在这个市府周边 比较小的范围 马上7点到8点 然后第二阶段就是浮上所示红色的部分 会再往上8点到10点 那之后会扩大管制范围 从中央公路四段以南 然后这个松德路以西这边 还有高复南路以南这个范围比较大 就是最后一个阶段一个管制 另外在这个跨远市府转运在国道客运 有提到范围的部分 因为它在管制区范围内 我们会把这些 博道客运的车辆做一个调固调整 那在联盒报的这个地方 会有一个临时的一个下课 站在往上7点到往上10点 那等到这个往上10点之后 到凌晨3点的部分 整个范围内的这个 博道客运都会移往其他人站位 去做一个提高上下课 为了书运人潮 供应处规划三线散场接驳公车 另外还有44线公车配合延后收班 台北捷运则是同样连续42小时不收班 为避免发生类似离泰院踩踏事件 今年增设进空缓冲区 把管制范围往外扩增一公尺 避免发生意外 那今年呢我们一样是两线进场三线离场 那距离这个会场活动周边最近的 板南线跟淡水新一线 是我们的进场路线 那离场的路线 从板南线、淡水新一线 到松山新一线 这个周边我们都鼓励 民众可以多利用这三条线来做离场 这个是我们的 书运相关的管制车站 今年的活动主要在 市民广场跟101烟火 那在这周边的四个重要的车站 包括四站五站、国富纪念馆站 跟101世贸站、向山站 这四个站是我们离会场最接近的车站 这也是我们最重要的管制车站 那另外在周边相关比较连近的 包括咏春站、宗教更化站 跟新一安和站 这是属于我们的一般管制车站 那另外相关的重要的转程车站 包括西门、台北车站 宗教新生、宗教护新 还有大安站 这几个站是我们重要的管制转程管制车站 我们鼓励这个板桥新庄、卢州、松山这些民众 要来的话可以搭乘板南线 那如果是新店、中和跟淡水方向过来的 那我们是鼓励搭乘淡水新一线 那这样子能达到两线进场输运 分散搭乘进站 那在整个活动周边 我们也鼓励这个来参加看烟火的这个朋友 民众都可以利用这个周边的几个重要的观赏 观赏点包括佛富纪念馆站、新一安和站 跟象山站 这个都是周边相当好的一个观赏点 那我们今年也是在整个区域的 就是在区域的人流人数上面 我们会做一个加钱管制 我们过去以来一直都有做三级的管制 在我们的出口、在我们的闸门口 以及在月菜上 我们的人数会做一定的人数的控制 所以我们会有人去做现场的一个管控 那另外呢 我会在这个区域的人数上 我们加害能力 我们在这个重要的区域加加害能力 让我们的整个容流人数降低 然后呢 也会加强薛达 就是要刚才所提到的 要尽量希望民众能够配合我们的引导人员 不要拖也不要急 因为今年的 不会因为我们其实今年 并没有这样往年去做一个管制区的部分 今年就因为疫情比较缓解 那所以基本上就是 依照往年还没有疫情前的一个这样的模式 就是我们不会在市场前的广场 来做一个管制的部分 所以人潮的部分 预计应该是会比前两年还要再多一些 另外北北基计程车起跳价 确定从70元涨到85元 预计明年4月1号实施 计程车预价的部分 现在是起乘70元 那会调整到85元 那预计程车是维持1.25公里 那研制时间计算的精准 就车速每公里 每小时5公里以下的 油累计每80秒5元 调整到每60秒5元 那其余的运价项目就维持不变 那预计是112亩 4月1号油累计同步来实施 那第二个就是春节加价运价的部分 那我们的计算标准就是 以国立春节年假起始日往前加3天 那到春节年假最后一天止 那每趟次加收30元 等跟今年的部分是一样的 那112年春节加价的期间就是 从112年的1月17号到1月29号 总共是13天 交通局表示 虽然12月31号是假日 但依往年经验 跨年晚会前后 北市各主要干道 仍会出现较多车流 呼吁民众避开塞车路段 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 记者李其慧台北报道 Io饮食指导专班至今已开办 共37个梯次 Io们在营养师用心指导后 看到许多正向成果 及激励人心的回馈 他们透过每日撰写饮食记录本 包含餐食、饮水量、排便与运动等 经常就观察 身体指数与生活品质均有改善 今天是一个我们大概是 努力了12年的成果的发表 那每次我们看新闻 都是哪一位艺人离癌过世 好可惜哦 那我们今天是一个正面的消息 让大家知道 其实抗癌防癌很有方法 那这个方法是我们历时12年的研究 那已经办过非常多 才能照过了超过1100位的 癌友的一个很好的成果 发现四大指标有改善 你只要能够把饮食掌握好 尤其是离癌的人 千万记得不要瘦掉 不管你本来的体重怎么样 如果你现在正在做治疗期间 是千万不能瘦掉的 那所以呢 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一定要按照营养师的设计 那设计好好的努力去达成 守住体重 这是第一个关键 当你这个部分做好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什么呢 你就会发现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体重管理搞定了 比方说我们的成果太瘦的学员 欸体重上来了 那再来呢 如果太胖的学员 也能够小心的减重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很多抽血指标有明显改善 你会看喔 我们很多人就聚焦在癌症治疗 可是呢三高怎么办 血糖啊肝功能指数 这个很多东西都疏忽了 事实上这些指标 透过很好的饮食方式 不是只有抗癌防癌 其实三高这些问题也很严重 所以这个部分也应该一变照过 那我们的研究证实就是 欸也可以有很好的成果 那第三个部分是说 我们的生活品质的部分 生活品质的部分 我们其实是努力的照顾他们 用爱跟专业努力的照顾好学员之后 你会发现他们自我感觉的这个自我 就自我效能的部分提升的自我饮食管理 变得很好 那再加上呢 他也发现他自己很像情绪的管控更容易了 整体健康的感觉生活品质都有很好的提升 甚至睡眠品质疼痛或是这些不适的感觉 他都能够有一些改善 癌友饮食指导专班能有效帮助大家抗癌防癌 切经医学统计分析证实有效 首先第一件事 我们的照顾对象是我们是照顾癌友 所以任何什么种癌别我们都要都欢迎参加 所以我们的癌症癌别种类有30种 那但是统计下来跟我们政府的统计数字相同 乳癌是第一名 占了48% 那我们也很头痛啊 因为看到那个数据 年轻乳癌也很多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也有我们学员过来 那你知道新闻上看到好多艺人 30几岁年轻乳癌甚至就失去生命 好可惜好惋惜 但是在我们的照顾当中 我们很多年轻型的乳癌患者的情况 都相当的理想 其实我们已经照顾了1100位以上的学员 这次的统计数字 因为包括我们的要送IRB的申请 所以我们统计的数字有701位学员 那包含北中南三区都有 是 对对对 所以这是史上的样本数最大的 那我们其实努力了12年 第一年在研发 然后一开始是 我们一开始照顾是照顾多久呢 一年 那后来缩短成三个月 所以我们现在每一年的量呢 大概都可以照顾100多位的学员 北中南 那每一次照顾的学员 我们就会邀请他们上课 然后是三个月的时间 然后他们会上三个月的时间 最重要一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饮食习惯是根深蒂固 然后可能来自上一代啦 所以说改变饮食习惯是非常难 但是呢它是可以改的 你改了之后你就有希望 你就有机会 其实哦 就是我们的照顾方式 就发现他们的各方面的指标变好 所以你今天会看到我们乳癌二期 现在已经十年了 那还有我们的这个 淋巴癌脑转移 本来医生都要准备后事 他现在已经六年了 所以像这样的例子 我们真的很多 还有最头痛的是胰脏癌 大家都知道的是癌亡 我们手边照顾好几位四期的 那医生的宣判是三个月到五个月 但是他们都超过两年 那虽然最终生命还是会结束 但是你会发现整个品质 他可以再利用这段时间努力去追梦 所以我们有非常多感人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 简单来说 其实我们要教的方法就是 首先你一定要懂得要怎么吃 吃什么东西 量要怎么控制 可是呢 我们每天吃的饮食当中 难免都会吃的不对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什么扎根的方法 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健康两杯 一个是就蔬菜水果坚果打在一起 那你就把很常常没吃到的东西 都一并打在里面了 那另外一个是 就是所谓的高盖豆骨浆 就是我们的豆子 黄豆黑豆浸泡煮熟 然后加上红骨杂粮打在一起 然后加上黑芝麻酱打在一起 所以这两杯是关键 所以怎么样优质适量 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教他们 然后每天检视他们的饮食技术 你发现越来越进步越来进步 然后从而有成效都跟着上来 那我们的饮食方法实在很希望推荐大家 我们的方法就是教你 首先一定要三招四式 那三招讲的是第一个 你的心情很愉快 很重要 这个干嘛都大家可以想见人知道 那第二件事也是说 我们希望尽量选择食物 减少食品 就会减少很多风险的添加物 第三个是健康的四式 四件事情 第一个要多样 我们选择食物 我们就叫他们花七花八 要七个颜色 那再来呢 那适量我们会教他黄金密码 为学员设计好他的分量 再来是希望全食物 希望他尽量选择 比方说带皮 带皮的话就有止化素 这个部分就会把营养素的含量密度 通通通拉散 癌症关怀基金会呼吁抗癌路不容易 越早落实健康饮食生活更是关键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谢国良市长跟幕僚在市府大厅迎接蔡适应委员来访 两人一起走进市长室并且握手制衣 而这也是两人在选后首次的会面 沿商基隆交通议题气氛相当而融洽 特别谢谢我们蔡委员今天能够跟国良一起来讨论一些交通的议题 但因为国良很想要争取这个 基隆到南港的台姐直达车 那因为我们选区的唯一委员就是蔡适应蔡委员 所以我今天特别来跟大家报告 也请同署长跟他分析一下我们想做的事 另外蔡委员也长期在关心9026 而且这几天都很积极在协调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以外 也想要跟他讨论一下这个市府跟交通署这个路线的了解 那我们是期盼两个办公室能够共同来解决这些通勤者的问题 刚刚很谢谢大家今天早上都来关心 那我刚刚也当面请托了蔡委员有关于这个 基隆到南港的直达车的这个问题 那另外针对9026 我们也了解蔡委员办公室有花很多时间协调 那我们也很感谢他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 那因为他会议比较急 所以他有说一下跟大家打声招呼 他先赶到下个会议 那我就想说还是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我们很感谢蔡委员这段时间 对于这个客运路线的协调 那我也邀请他 因为这个基隆南港直达车 这个事情我是相当的重视 我们请我们同事拿那个背板过来一下 那跟大家说明一下 基隆南港直达车 它大概是一个直达的概念 那我大概在十年前担任立委的时候 我曾经争取过两班的直达车 第一班就是大概基隆到南港也是直达 那这个部分耗时是23分钟 那我们目前未来也是要争取 我们希望在8点的整点左右 也能够争取到一般这样子的这个 基隆到南港的直达车 那另外大概是在7点34过去 我们所争取到的这个基隆到八度 然后到台北站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也是我过去争取的 来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就是希望能够争取到这个基隆 可以大概在8点左右 这是每天是有整点的概念 那具体起站的时间 我们希望还是这个跟台铁能够 继续来争取协调 那也会由交通署王俊宏处长 来负责这个专案的一个窗口 那我是希望基隆到南港之间 有一个直达车 那这个就有点像上班专车 一个这样子的味道 上班专车 就是8点准时开动 然后大概8点23 这个能够到达 那我跟各位媒体报告 这个是我们跟交通处 所规划理想上想要争取的班车 不是已经定案的咯 所以跟大家讲 不是已经定案的咯 跟检讨人力一样 不是已经定案的 就是8点出门出发 然后我们希望8点23 可以到南港站之后 大家可以去转成 那这个是我觉得 我们很想争取的 那我们过去 其实曾经也争取过了 这时间比较久远了 那那个时候的南港站 这个其实跟现在南港站的地位 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现在争取到这一班 相信对于大台北地区 转成的基隆通勤族 我觉得一定会有 蛮具体的一个帮助这样子 那另外基隆有八堵 然后直接到台北站的 已经都已经在进行当中 所以我们非常谢谢 这个蔡委员的协助 他也允诺会帮忙 那我们下礼拜 我也会去拜访两个党团 首先要去拜访国民党党团 那另外我也有请 我们的邱贝林副市长 帮忙联系民众党党团 尤其是邱成元总召 他也是基隆人 相当关心基隆通勤的问题 我这几天也有电话给邱成元总召 跟他报告说 我希望来民众党党团 跟他请益跟请托 有关于台铁直达车的问题 那他也允诺下周会碰面 所以下周我会跟邱贝林副市长 一同去拜访国民党党团 及民众党的党团 来谈有关于台铁 基隆南港直达车的问题 那以上是我们这几天 对于这个 基隆南港台铁直达车的一个报告 另外呢 他也将选举期间公访的 金星案等民事诉讼案件 都撤销告诉 希望能够营造和谐气氛 一起在民生跟交通议题方面 共同来为民众谋福利 民主选举就是这样嘛 这个一定会有一些激烈的竞争过程 那我个人是非常希望能够 尽量在竞选过程这种 有一些枝节的一些问题 尽量在选后 大家都能够这个化干戈为玉帛 然后希望能够大家一起 对基隆的市政跟民众的权益 大家一起努力 那这一点我也很感谢蔡适应委员 我们刚刚谈论到几个问题 他也特别跟我谈到了这个基隆捷运 未来可能会有一些 我们应该要注意的问题 那我也非常感谢他的提醒 那他也有特别跟我说 只要有一些跟中央争取的一个案子 是基隆相关的 他都可以来协助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合作的模式 是相当的契合 那我也非常的感谢他 那当然就像您讲的 如果选完了嘛 大家就各自在自己的岗位上 然后大家一起合作 为了基隆市民众的权益 我想这应该是基隆市民不分蓝绿 希望看到大家来共同努力合作的 记者黄日升采访报道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 向女童阿嬷拍谁致歉 也想抱抱慰问受伤的四岁女童 不过女童很害羞 一直黏在妈妈身上 没有让市长靠近 谢国良则是在中山区长 陈信雄陪同下 致责慰问品和红包 为小女童压压斤 市长谢国良表示 他是在中央新闻脸书上 看到这则新闻后 特地亲自登门 探视慰问受伤的女童 也感谢张炳钧议员的反应 让市政府有改善的机会 避免再有小朋友受伤 谢谢议员 我昨天晚上滑手机滑道 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我昨天是滑脸书 中夹的滑道 我会请民政处这边 特别跟各个区的区长 去公所大家联系一下 希望孩子要出来玩 一定这个环境要安全无余 可是我们要理解到 外在的环境的风雨 真的会影响到一些邮局 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希望 做一些更多室内的一些环境 这种孩子真的也蛮需要的 女童阿嬷童大姐 也感谢市长的关心 她会说出这件事只是不愿意 再让不知情的孩童受伤 接受女童阿嬷成情的示意 袁张炳君表示 这处新启用的亲子公园 非常受到欢迎 因此希望市政府可以多加注意 使用上的安全和维护 所以现在其实她广受我们中山区 很多大小朋友的喜爱 只是说当然会有一些些 可能因为使用率太高也有可能 是不是造成这样子变得说 她在那个溜滑坡的 她应该其实是一个算是一个 可能保护装置啊 只是说她毕竟是橡胶 变成她有点断裂的时候 我们拿起来昨天试过 其实甚至我讲一挂 今天就一套很清楚 对 那因为她是坡嘛 如果你不小心滑下去 比如说要是正面 铁金要收 小孩都坐头再这样溜 我有看过 我这种人也会 中山区公所区长陈信雄 则表示 这些公园都有为使用的小朋友投保 市长谢国良当下指示 要尽快简洁协助女童理赔 朋友我们有跟保险公司 有给他们联系 尽量理赔程序弄得简单 你不要给 对不会 我们会就是说你把 那你找人帮他办一下 我请理干事 请理干事来协助他 好 谢谢 谢国良也向张炳君表示 激动多雨 这也是他有心 要在各区 设置室内型儿童 游乐活动场所的规划 也欢迎议员 可以协助 找寻适合的地点 做一些室内的 有有我有看到 对对对对 好不好 如果你有希望 我们跟您配合 在中山区放在哪里 因为我今年 前两座 为什么讲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听到 我也跟你解释一下 我的政策 因为那两 说百日两座 其实是我想办法 叫你去捐的 对 所以我没有编公屋 可是今年 我就想编自己的 如果你有兴趣 我可以放一座 在中山区 地点可以放 我的这个预算 才不多少 才几百万 所以拜托你们支持一下 谢国良也再三交代区长 公园溜滑梯的焦条 这几天要尽快修理好 不管是假日或平日 他都会陪同市立员张秉均 一起再到现场 视察修理好的设施 让家长可以带着孩子 安心使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若石幼稚园小朋友 带来活力精彩的演出 画面现场 是基隆市卫生局 举办的卫生保健志工 表扬活动 全市的卫生保健志工 共有一千多人 协助卫生局 在各角落服务民众 今年共颁发166个志工奖项 市长谢国良 与议长童子伟 都亲自到场颁奖表扬 由衷感谢志工们无私的奉献 首先 我真的看到各位姐妹们 真的非常的开心 你们过去来的辛劳 真的是 让我们卫生局跟卫生所的业务 尤其在疫情期间 可以顺利的进行 我还是要深深的一举功 谢谢各位姐妹们 谢谢你们 辛苦了 谢谢 那在疫情期间 大家都非常的辛苦 这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 尤其打疫苗 然后呢 在疫情期间 调派人力服务民众 这都是非常辛苦的一些工作 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 这些志工伙伴 对整个我们基隆市的民众的付出 所以今天来特别表示一个 最诚挚的感谢 那也了解到他们真的是很辛苦 所以小爱爸爸很谢谢大家 也很谢谢他们平日的辛劳 那有大家的帮忙 那有大家的帮忙 不管我们在疫情多困难多艰困的时候 都是在场的各位 在现场帮忙排队啊 帮忙给水啊 提供各种服务 我们市政府跟市议会 会有共同的平台 为了让我们市政可以更好 我们希望以沟通代替对抗 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一起加油 感谢大家 今年卫生保健志工 我想感谢有人带的话各方便 没有的话你看 他一个人来摸不到酬戏 都我们一直带他带到他知道 这样子 当志工的话感觉到被更年轻啊 有时候感觉到说出来的话 像我们朋友他们 他们在家里的话 真的没当志工感觉到 就老化比较快 我们这个感觉到 当出来比较快乐 他们就好像我们卫生局所 推动业务的双手 协助的双手 对 真的非常感谢 那今天透过这个的活动 只是表达我们卫生局跟卫生所 一点小小的心意 一个表扬 另外还有摸彩 表示我们的对他们的无私 而且大爱的一个表现 表示一个非常崇高的敬意 好 仁爱区王敏林441号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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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号 中正区刘宇燕 121号 透过表扬活动 卫生局除了深深感谢保健志工 为基隆的付出之外 也鼓励更多市民朋友 一起投入志愿服务的行列 将基隆打造成最有爱的城市 记者陈淑萍 基隆报导 哈喽大家好 我是郭记 很高兴能有机会加入谢市长团队 为大家服务 提到观光您最爱基隆哪一片风景呢 基隆有山有海有港湾 具备丰富多元的元素 交织出特殊的迷人风貌 相信基隆庙口夜市与仁爱市场的美食 早已经征服不少人的味蕾 和平岛公园特殊的地质景观 阿拉宝湾的绝美日出 还有究竟欣赏基隆雨的优美身影与海贴一色 属于基隆独门的风景 让人用视野画出大自然的美丽线条 基隆的美会字体发亮 基隆更有不少历史故事等您来了解与探究 城市的形象价值与定位是核心 也是启动人们认识城市的第一眼印象 我们不想让基隆只是繁华城市的复制品 我们想挖掘与确立基隆无可取代的唯一 我们想让市民与来基隆旅游的旅客 能与基隆有更深的连结 创造每个人与基隆独一无二的关系 我想引用小王子的一段金句 如果你想造一艘船 不要抓一批人来收集材料 不要指挥他们做这个做那个 你只要教他们如何渴望大喊 那就够了 所以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对基隆有渴望 我们一起来把基隆画出全新的魅力 让基隆有爱 好吃 好玩 好趣 而接下来最热闹的一个基隆观光活动 就是2022跨年晚会 以摇滚基隆成为主题 邀请七组实力派乐团现场嗨唱 搭配国际知名烟火设计大师 黄俊豪老师操刀的海港烟火秀 欢迎民众12月31号一起到国门广场来跨年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学着疫情升温 假消息满天飞 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 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连讯息查证 加入连好友 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连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 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勾片 同样加入赖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 直接转贴到买勾片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 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 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